台北市政府惊善有公务员贩毒招待 人警事件会曝光就是因为日前大安警分局 在领检盘查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车内有大麻 他坦言说是从网路上买的 而且对方就跟他约在台北市政府内的民众洽工区面交 人警不敢大意 从台北市政府调阅了监视领器 发现社会局有一名女科员涉嫌重大 在今天兵分多路搜索他的住家还有办公室 最后在这名女科员的男友家中 骚出了毒品 台北市府经传一名公务人员涉嫌贩毒招待 台北地检署指挥大安警分局扶晓初级 兵分多路搜索 发现他竟然是北市社会局的一名女科员 检警兵分多路除了搜索他的家 也来到市府办公室进行调查 专案小组同步搜索 前往流星女科员的男友住处 果然查扣到一些毒品 而整体事件之所以会曝光 就是为大安警分局领检盘查 在一名男子车上发现大麻 男子坦诚是网路买的 专案小组抽丝剥茧 说源追查才查到 社会局的流星女科员设有重嫌 关于本案是同仁私下的设法行为 我们绝对配合司法的调查 监视器拍下教育地点 竟然就在市府大楼内的民众 刹工区贩毒过程 全被清楚拍了下来 最后节证明女科员 年约30岁服务于老人福利科 内勤行政单位 平常不会接触民众工作状况 普通美意状 不少同仁听到消息 议论纷纷 市府一切配合减掉侦查程序 一定误网误纵 也会移送公务人员 惩戒委员会进行相关处置 公务人员竟公然在北市府交易毒品 让市府惹上大麻烦 恐引发政坛骚动 目前检警除了讯问嫌疑人 也要厘清毒品来源 并查出有无其他共犯 这马正林昭贤 台北采访报导 产贷